二代健保上路之后单笔利息所得超过2000元 现在确定要缴2%的补充保险费 现在大声数问题来了 可能会引发定存的拆单潮 因为估计你定存超过14、15万元利息 就会超过2000元 这时候就要缴2%的补充保险费 银行业者说为了这个补充保险费 他们要耗资32亿元 但是政府实际只能收到30亿元的补充保费 既不服成本效益又浪费社会资源 所以银行工会建议 这门槛应该提高到2万元 或者是采年度总计一次扣缴的方式来扣收 不过这一部分恐怕还要再来协商 但不管如何 现在健保的一些奇怪的景象 也引发一些些讨论